當午節就快要到了 苗栗縣政府每年都會舉辦龍舟賽 二大消防隊這一次派出猛男軍團 飾演要打敗去年的冠軍地主隊 老田辽多會冠軍 一大早 竹南京頂正安宮的練習池內 就傳來腫氣十足的叫很聲 十多名消防猛男手持木槳 齊聚煉花 除了訓練自身的肌耐力外 也磨練彼此的默契 找出專屬的節奏感 抓大家的節奏感 跟協調起 然後去調彼此的整齊度 希望能夠如願拿 能夠拿第一名這樣 龍舟賽仰賴短時間的肌耐力 比起速度更重視技巧 上一次不敵老天料地主隊 和冠軍擦身而過 今年更是不敢大意 早在晒前兩週 就天天到練習池報到 還加入不少心血 前輩也樂於傳承經驗 發下好語誓言 要帶領後輩一起抱回冠軍 今年大家向心力很夠 都會自己主動來練習 所以今年大家就是感覺很不錯 二大鳳凰集結竹南 喉嚨等鄰近地區 共17名消防員參賽 為了團體榮譽 大家更是抓緊時間練習 也凝聚了團體的向心力 希望今年苦練有過一舉奪冠 聯合報 張玉珍 苗栗報導